两场热身赛,中国男足1比1战品国际昨天排名第136位的马来西亚,0比1不敌第94位的叙利亚,无论是比赛结果还是内容过程,都让人难言满意。 相比之下,中国队的老对手日本男足却先后以4比1和4比2,痛击德国和土耳其两支欧洲球队,赢德国,日本队用了全主力阵容,胜土耳其则是只用轮换阵容就轻松搞定。 赛后,土耳其主帅昆慈直言,土耳其队已无法同日本队竞争,两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球队。 日本队能够让欧洲球队主帅都自叹不如,那么中日之间的距离岂不是更大? 复盘日本队击败德国队与土耳其的两场比赛,日本球员的逼抢强度和反击意识以及进攻效率都让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日本队的四个进球中有三个球是通过逼抢和反击打入的。 以第二个进球为例,三名日本球员在对方的禁区湖顶迅速展开围墙,球保健英打出一脚高质量的远射,最终由中村劲斗捕射破门。 这个进球发生减减八分钟之后,日本队的美雄胜使又在中场边路位置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上抢。 他得球后高速前叉,横传助攻中村劲斗上演了没开二度的好戏。 至于日本队的第四个进球,这原本是土耳其的脚球机会。 但日本队完成结尾后,伊东纯也先是连停带过完成关键的摆脱,随后从后场带球高速奔袭突入禁区,最终被追防的于克赛克放倒。 他发尽自己创造的点球,也将比分定格在四比二上。 由此可见,日本队在高位逼抢的强度,以及游手转弓的向前意识和推进速度等方面都展现出了极高的竞技水平。 而以上种种的根源,其实就是源于2018年世界杯日本队被比利时队以14秒反击进球绝杀所带来的反思、拆解、学习与消化,最终将对手的武器变成自己的杀招。 然而,与技战术水平出众已经能和顶级球队掰手腕的日本队相比,中国男足却被越甩越远。 论及整体的逼抢强度,分析中国队同马来西亚一战的失球就不能看出。 从门将的长传到中场的过渡,再到形成的三对三的局面,以及最后的射门,中国队的逼抢强度始终不够,给了对手太多的空间才导致了最终的失球。 对阵叙利亚的失球,对手的远射固然精彩,但后腰徐欣距离太远,没有上抢封堵也是问题。 至于在游手转弓方面,两场比赛下来,中国队很少能够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且不说球员们快速转换的意识有待加强,即便出现反击机会,也往往由于传球失误或是动作速力太慢而被对手化解。 不得不说,从基本攻到技战术,中国球员同日本球员的差距已非朝夕之攻可以弥补。 仍以日德之战为例,日本队的第二个进球源于中后卫复安建阳的一次精准的长传转移。 移动唇野在得球后测动右路攻势,日本队最终通过边中配合攻破了德国队的球门。 可以看到,中后卫传球测动进攻已是顶级球队的常规操作。 但在中国队的比赛中,球队的三中卫大多时候也只能在自己的后场进行无谓的倒角。 在这次进攻中,五名后卫加上门将,总计六名球员进行了多达八次传递,也没张球向前推进多少。 最终还是门将严俊林通过一次已经没有太多办法的长传,才将球队的进攻过渡到了前场。 至于李帅的那次严重受伤,张宁鹏的长传也是在对手高位逼抢下的无奈之举。 而在对阵叙利亚的比赛中,中国队的李磊甚至一脚长传将球送给了场地另一侧的对方主教练。 在这些基础环节,中国男组与叙利亚队相比都不占优势。 中许之战的上半场比赛,叙利亚在防守成功后长传策动进攻,萨米亚在蒋光泰的逼抢下倒在禁区内。 裁判组认定叙利亚队约为在先,但慢动作显示这是一次误判,中国队得以逃过一劫。 可以看到,中国男组目前在基本功和技术能力上的短板绝不是简单一两个人的问题, 而是全队甚至绝大多数中国球员都与日本队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对手与欧洲朱强教授三船两岛就能制造进球机会的情况下, 无论是中国男组国家队还是国奥队,球员们在攻防两端的很多低级失误都让人啼笑皆非。 对于这一问题,或许能从日本队这次的26人名单中找到答案。 日本队26人中有22人是刘洋球员, 他们日常接受的就是欧洲联赛节奏与对抗的磨练。 而在中超联赛,我们的国家早已习惯慢节奏与低强度, 所以到了国际赛场便就只剩望求星探了。